最初的底岸 台湾位于欧亚大陆板块和菲律宾海板块的交界处 在两个板块互相挤压之下 而形成台湾这座岛屿 台湾的地形有很多变化 有高山也有平原 加上气候的因素 台湾拥有丰富多样的自然生态环境 大家有没有想过 台湾岛上的人群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呢? 台湾四面环海 在历史上不同时期 来自各方的人们在这里相遇 造就了多元的文化 这里的三个模型 代表史前时代三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个是旧石器时代的 台东县长冰箱八仙洞遗址 它是岛上最早的人类活动证据之一 当时的人们 当时的人们主要居住在海边的洞穴或岩石遮蔽的地方 以渔猎采集过生活 第二个 第二个是新石器时代的 平东县恒春镇 墾与与启与启 大约在六千年以前 农业的出现 是聚落逐渐形成 更让人们行有余力 做手工艺 发展宗教 第三个 是铁器时代的 宜兰县郊西乡 齐武兰遗址 观看这个展览模型 大家可以看到 汉人商船来这里做生意的情景 当时台湾与海外 已有贸易与文化的接触 史前文化虽然年代离我们很久远 但所有的遗址 都标记了台湾这片土地的历史脉络 欢迎大家多多观察 这三个模型的细节